《魔界戰績》系列的開發商日本一公開了新作 RPG 《邪惡國王》與《出色勇者》 將要在 PS4 和 Switch 平台推出囉 本作為《說謊公主》與《盲眼王子》的企劃所推出的新遊戲 不僅保留了廣受好評的遊戲氛圍 畫面也以更加細緻的圖繪來呈現 故事描述人類少女優和國王多拉貢在森林裡一起生活著 國王每天都會向優講述她的爸爸身為勇者打倒魔王的故事 於是對勇者充滿嚮往的優開始了修行 她將在社會風格的幻想森林中穿梭 讓玩家體驗彷彿在童書中冒險的氣氛 然而優卻不曉得多拉貢其實就是當年和爸爸戰鬥的魔王 這段《龍耳人類》一種族間心靈交流的故事將於 6 月 24 日上演 好奇故事發展的玩家倒是記得要來親自見證喔 spo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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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